欢迎收看每日农金栏目 采访特殊的事情应该有特殊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东西就比较特别 也不知道我们的记者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展开自己的采访 不过不管是怎么样的采访都一定要深入 这一条是必须的 喂 博士 你找我 喂 袁冰啊 哎 博士 他们最近怎么样了 哇 博士 你大老远打过来也不说先问问我 直接问他们 我跟你说啊 他们最近好着呢 可欢式了 而且啊 吃麻麻香的 这就是养海马的地方是吗 对的 这么多大桶 海马是养在桶里吗 对 哦 也有在水泥池里面养 哦 我带你看一下 看 哇 好多只海马呀 哎 他们原来是这样颜色的 而且都是站着的 对 他平常游动的时候都是直的嘛 就好像站着一样 哦 他要偶尔也会方管一下 也会亲切 你要不要感受一下海马 啊 敢说 拿起来吧 猴子一样的尾巴 马一样的头部 海马的长相有些奇怪 可是他的作用在广东等南方省份 广受推崇 而且价格不菲 这个是五克 每一条都不同的 就是入药常用的就是五六克左右了 十块钱一克 就五十块钱一条哦 随着野生海马数量减少 而且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国内很多人开始人工养殖海马 而海马市场持续供不应求 这使得很多养殖户受益肥浅 十年前卖的价格应该是六百块钱一公斤嘛 我们现在卖到五千块钱也接近十倍了 海马到底价值何在 长相奇特的海马到底是一种什么物种呢 刚开始的感觉跟你们一样 就是说海马到底是个啥玩意儿 我们也不清楚 后来慢慢意识到海马是一条鱼 用腮呼吸 用每秒摆动几十次的鱼鳍 来帮助身体前行和保持平衡 繁殖方式为卵生 由于海马具有这些特征 所以这长相奇怪的海马 真实面目其实是一条成功伪装的鱼类 那么它作为一条鱼 跟其他的鱼分离出来 大概有四百多万年的时间 那么这段时间它就是一直保持了这个样子 它嘴巴这么小不会咬人 它看到我手动 我想象中的海马应该是跟那种海鱼一样 是软软的 但是海马摸起来很硬 而且身上有那种小棱 感觉特别像迷你版的小鳄鱼 而且它的头真的很像马一样 对对对 所以叫海马嘛 那倒是 而且它这个尾巴特别像蛇 像鳄鱼的尾巴 鳄鱼的尾巴是吧 蛇的尾巴是圆的 它是翻的 而且海马力气很大 我觉得它有时候挣扎 我刚才忘了 海马是珍稀的海洋生物 很多人只在图画里或者电视里才能看到 有时候人们把它描绘得非常可爱 有时候看起来它也不是那么容易亲近 这种特殊的鱼类 其实有很多显为人知的特性和习惯 由于海马的卖价要比一般的鱼高很多 所以降低死亡率 就成为了养殖中的重中之重 为了提高成活率 更好地对海马进行人工养殖 养殖户就需要对海马的这些特性有更多了解 尽量减少损失 看着海马每天在水中像这样的游来游去 看着都觉得累 那么海马在水中到底是怎样休息的呢 记者袁冰尝试把平面物体放入水中 不过海马似乎对此并不感兴趣 由于海马习惯站立游动 而且尾部细长可以卷曲 那是不是意味着海马可以缠绕在枝条状的物体上进行休息呢 不过这些海马并未成年 木头人在海马眼里根本就是庞然大物 我觉得虽然它已经很瘦了 但是对于海马而言呢 这胳膊腿啊还是太粗了 哎呀有了 哎呀太好了 我第三个道具找到了 就是它了 两个简单的衣架 它的线条跟木头人比起来更细 它会不会成为海马亲近的目标呢 一段时间过后 海马开始试探性的接近两个衣架 有的海马开始用尾巴把衣架缠绕起来 这一次记者员兵终于找到了可供海马休息的物体 成年海马的体长长达十几厘米 有的伸展开来可以达到二十厘米 所以在成年海马的世界 把木头人放进成年海马的养殖环境中 成年海马也可以把它作为缠绕的对象 养殖户陈柳珠说 海马其实比较懒惰 在野生环境当中 相当多的时间 是用卷曲的尾巴 把珊瑚或是海藻缠绕起来进行休息 所以顺应它的这一特性 就需要把可供缠绕的材料放进桶里或者水泥池中 以减少海马的能量消耗 进而提高海马的活性 降低死亡率 不过这些懒惰的海马 平日里到底吃些什么 又是怎样补食的呢 目前来讲的话 海马主要饵料的话 它是一些我们自己培养的风年虾 我们叫卤虫 风年虫 另外的话 就是一些饶组类的 就海洋里边的一些富有的动物 还好这个水不太深啊 深的话就得游起来了 作为海马的主要饵料 活的风年虾 要专门放在池子里进行养殖 风年虾是一种甲鞘缸 饶组类水生动物 它的游动速度快 身体小小灵活 由于体内含有丰富的营养 在鱼虾类养殖中 广泛作为饵料使用 可是 慢吞吞的海马 究竟怎样捕食 灵活多动的风年虾呢 我们把一批风年虾 放进成有不同大小海马的缸里来观察 即使饥饿的海马 也不会对食物表现出特别迫切的追逐 而是用一双 可以自由活动 互不干扰的双眼 悄悄观察等待 伺机而动 但只要猎物进入捕食范围 就会调动全身的力量 迅速将猎物吸入口中 这个过程太短 以至于猎物没有反应时间 但是也有一些并不太大的海马 把食物反复吸入又吐出 这是为什么呢 珍珠饮料中珍珠的大小是一定的 而能不能把它顺畅地吸到嘴里 就取决于吸管的大小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而海马的嘴部结构和进食方式 都跟这个道理非常的相似 海马的嘴像一个肠管 虽然嘴部可以闭合 却不能像蛇一样张得更大 更不能咀嚼 所以它无法吞咽稍微大点的食物 面对美食只能干扰及 也因此在养殖过程中 头食蜂莲虾的大小 必须适合海马吞食 我给你看一下这两只海马 好吗 好啊 这个是玉南带 它这里很明显地突出来 你看 对吧 它玉南带那么大 你猜这个 这个是公还是母的 怀着宝宝呢 那肯定是母海马呀 那你就错了 海马的世界你不懂 这只其实是公海马 公海马是吗 对 那海马真的是好绅士啊 母的呢 个头比较小 这里没有玉南带 就看这里就知道 而且这个明显地熬进去 雄性海马怀孕生宝宝 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 实际上是雌海马把卵 产在雄海马的孵卵囊 再由雄海马完成受精 并且放在孵卵囊里面 保护长大 等长到五十到六十天的时候 海马爸爸就会以一种 很特别的方式 把小海马从里面撵出来了 很少有人见过海马爸爸 是如何生产小海马的 先让我通过一只气球 来给你模拟一下 这是一只非常普通的气球 但是呢我在里面加入了一些特殊的小材料 看好啦 见证奇迹啦 膨胀的气球收缩 放入的泡沫颗粒 在空气压力下喷勃而出 与此相似 海马爸爸用头部和尾部 合力挤压 胀大的孵卵囊 几百甚至上千只的小海马 从孵卵囊的开口 喷入水中 陈柳珠说 熊海马孵卵囊的存在 是海马与很多 常见鱼类的重要区别 很多养殖户 由于不了解海马这一特点 导致死亡率增高 雄性海马 在小海马从自己的敷暖囊出来之前 不能受到其他海马干扰 以及人为干扰 还需要在饲料中 加入更加丰富的营养物质 而小海马在出生之后 也需要循环的干净海水 以及合适的饲料 还有专门的饲养食 海马在野生环境下的生活率 不到5% 但在人工养殖条件下 可以控制到50%左右 幸存下来的小海马 经过长达6到8个月的时间 成长为成年海马 这时候 海马体内的有效物质 也逐日积累 在广东等一些南方省份 海马的应用也很广泛 老百姓在历史上 就直接地有吃海马的 更重要的是 作为药物开发的药源 会更大促进产业的大规模发展 同时当然现在在国外 就作为一种观赏类的鱼类 它有些品种是咱们 也来做观赏用的 海马也是收到很重视的一个品种 作为一种特殊的鱼类 海马的可食性并不太强 但它的药用价值广受推崇 在广东一些中药店里 经常可以看到这些海马干货 作为一种药材 海马到底有哪些功效呢 中医来说 腰间盘突出 除丝骨痛很好的疗效 作为中药材 海马主治散结消肿 民间多有食用 在湛江当地的做法是 做鸡汤排骨汤时 把食材先煮好 再放入整个海马 用小火慢慢炖熟 然后就可以整只吃掉 当然也可以打成粉末 放入汤中 无论哪种做法 味道都相当独特 海马汤终于上桌了 这个海马不打成粉 直接吃又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现在我来尝一尝 我觉得海马没有什么肉 基本上都是骨头和皮 而且你嚼起来 有一种咸鱼干的味道 当然这个骨头和皮 你是嚼起来 完全可以嚼碎的 而且说实话 嚼起来还挺香的 由于自古以来 中国民间就把海马 当作一种珍贵的药材来食用 同时也会把它 作为对健康有益的食品 进行补充 并形成了一种消费习惯 而近些年 这种药材资源的数量 越来越少 供不应求 导致海马的价格 不仅居高不下 而且逐年上涨 海马在市场上分档次销售 根据大小规格不同 每公斤的卖价也相差比较大 如果按照一千头来计算的话 是在接近四千块钱一公斤 如果按照我们这个 如果养长到四百头一公斤的话 接近是五千块钱左右 大的还要放好几个级别 大的它可能会到六千七千 甚至两万个都有 近些年 海马的品种培育和养殖技术的成熟 使得海马的人工养殖成为可能 这也让养殖户陈柳株受益匪险 不过海马养殖是新的特种养殖项目 养殖户需要谨慎投资 经济转型期间 我国的海水养殖业 正在从规模发展 转向更高层次 更深层次的发展 那今天呢 我们看到的海马养殖 就属于高端养殖项目 开拓高端海产品养殖项目 不仅可以规避掉 这个低端市场的激烈竞争 而且还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回报 潜力很大 值得密切关注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如果您先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 请登陆央视网或农视网 我们下期再会 养牛还得剪指甲 这事儿听着真新鲜 娇生惯养出精品 鲁西黄牛入高端 每日农经栏目明天播出